剛才講到這個情況 子女的領導力有時激氣 有時會吻 有時挑釁就更加受嚴格 其實我聽到你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就是你會懂得有時說是我錯 即是你知道什麼時候是晦氣 即是你即時學到這個就是進步 其實處理生命是一個知覺 知覺是最重要的 當你知覺的時候你就能夠處理到 好了 你現在把子女說一些負面的話 如果應用輕生德性的理念 就是它是有軟弱的問題 而根本這個年齡是進入反患期 對 他們會故意因為電視和學校都是這樣的 有些同學很喜歡疾找sir 疾問完sir也答不到 他們就覺得很成功 他都挑戰過底線 對 於是他現在想疾問你 疾問完你又找不到東西去答他 這樣的時候他就贏了你 他基本上有這樣的心態 但愈受影響便會發怯 你也說之前有發怯 所以說話有些晦氣 這個晦氣造成的長線影響是怎樣 晦氣會長線 他一聽你說話便覺得很晦氣 已經將說話關掉 你已經知覺和有處理到 當你知覺時可以有預防針 預防針可能這個情況又會發錯 即是說一些負面事 他現在開始說 你立即有預防針 我立即要防衛 當你知覺時有防衛 而我時時都不給影響 而時時都起落平安 輕輕鬆鬆 其實在這個時代 媽媽和子女的關係 如果輕鬆好像朋友那樣 他會信任你 他就會慢慢受你影響 即是說你劃清界線 即是他那些負面的東西劃清界線 而我決然給了影響 而依然呢 譬如說他的質理 你又 信他的細液 笑一下 或者是 一個就根據 即是用一個笑話回答他 另一個說 對呀 我忘記做 對不起 但這件事是難做的 但他覺得 當你不受影響時 心裏放下 不受影響 你便能夠更快 可以不受影響 然後起落平安 踏出第一步是最大的 對呀 你已經踏出了 你已經開始了 還有很多步 我便有一個得性五步曲 和得性三步曲 得性三步曲是五步曲的簡電版本 得性五步曲是知覺 我正在受影響 第二 有破壞性 我受影響時 就會有破壞性 因為會令到我 有一個不好見證會悶 第三 就是用聖經觀念處理 聖經觀念就是 永遠祝福 不介意 不要計算影響 第四 就是親近神 好 第五 就是選擇信復 我選擇 不給他影響 我選擇 記一記 第一 留意 一起說 留意 留意 第二 破壞性 第三 聖經處理 是 觀念不一定有經文的 接著 第四 親近神 親近神 就有力量 第五 選擇信復 我選擇 好 我現在選擇 可能開始都不太完 即是 他在擠完你 你還在笑口 就好像沒有什麼 你選擇 好 笑一下 他也會幫助我 選擇 順復天賦就可以了 對 不要惹他 這就是 德聖五無曲 其實就是 聖靈教導的方法 我將它寫出來 德聖三無曲 將它簡化了 留意到 接著 親近神 然後選擇 即是當你知到 這是破壞性 你已經知道 所以這些是破壞性 又知道聖經觀念 基本上是不受人影響 和祝福人 愛人 關心人 已經不用再重提了 就只是說 留意 親近神得來 選擇 尋復 這就是 興興得性的整體觀念 即處理生命的派遞 還有就是 活著神的愛和喜樂 你又看神的愛和計劃 就處理生命 接著第三 就發揮 你就可以逐步提升 其實我聽你講 我覺得你已經知覺 你更加刻意去做 我自己來說 我這樣跟自己這樣說 我一次的 輸了 就會令我受苦 這件事又打了輸仗 當然我又不會指控自己 我就說算了 但是 就說 好 我這次不要失手 這次就得勝 這樣就告訴自己 真的又可以做得到 我一直做 因為九八年開始到現在 那時候就沒有這麼知覺 現在就很知覺 現在就寫出來很知覺 變成了很大的擴作 你也可以大家記得 這個 興信得性和處理的方法 有親什麼 例如去到幫了小朋友 小朋友有什麼事 你可能一方面祝福他 但一方面你就壓住 我受他壓住 知覺 接著呢 我受他壓住 我便遇到越來越累 越來越慘 破壞性 接著三聖經觀念 處理就是 我不用受他影響 我是可以祝福他的 然後親近神 雖然你依然有喜樂平安 一樣笑著嘴 祝福他們 關心他們 他們的改變機會更大 其實最難 欠所得性為處理生命 那些我們很緊張的人 而他們又不聽話 又不做得不好的人 是最難的 但你刻意的時候 就會做得好 我希望大家刻意成 都在這個狀態 但其實我主要 因為我為什麼會留意到 因為我經常都留在這個喜樂的狀態 因為我盡量留在這個喜樂 耶穌在愛著我的 哈利路人 盡量在這個狀態 於是我一有的 那麼多是負面 我便立即留意到 這就是一個鑰匙 不單止在這個喜樂狀態 我自己也發覺 當我領敬拜 我有不同的程度 我發覺當我自己真的 我是帶領人 但我自己去到一個很盡的狀態 很全心 就算有時有困難 但我說 神是你一定幫我的 主耶穌 我真的依靠你 全身依靠你 在領敬拜時 我自己是極度投入的去投入 我極度投入的時候 我發覺神的感動和力量很大 然後我為人其道 聖年因果是會加強的 所以我不是只說我有喜樂 我是自己在擦眼的時候 神啊 幫我 真的在享受你 一直在享受你 真是很無福的 我是很有福的 神真是很歡喜我的 因為我親近祂 很歡喜 很歡喜的 我信靠祂 神是很歡喜的 不是靠行為人 我信靠祂 祂就一定會祝福的 而我親近祂又更加很歡喜的 於是身就 真是好 真是無福 而在這個狀態 就會很容易保持到 不給人影響 或者一路得性有嚴 希望我們嘗試 不要去初級的狀態 而是高度狀態 你去到高度狀態 你就會說 這人算什麼 我為什麼要給他影響 你影響 那些傷害我們的人 影響我們的人 它很寶貴 我要祝福他 但這人算什麼 我為什麼會受影響 我根本是不需要 不值得 他有寶貴 我祝福他 但我不需要受影響 雖然他多差很多 是他的問題 你越提升就會達到那個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